大家如果有聽今天時事通勝就知道大衛sir建議 明天我們在《救救孩子》的節目中會講 在加拿大BC省的立法改變 他們將在法律中有關性別不同的字 英文中有分男性他、女性他 he和she 然後有his和her之類的 另外就是男女之間有分別的 很多時候的名詞 我們中國反而用了你 就沒有分男女 譬如他 用人字哪個他也是凡子 是男女兩性的 所以沒有那麼大的問題 在這裡我不想講這些文字上的事 我想跟大家講講就是 現在他們這個做法 我看到的問題 我想大家已經知道 老葉的出發點就是 人不是生而平等 很多人說人生而平等 不是 事實上不是 你概念上 我們希望是人可以生而平等 但很可惜 做不到 這個 從你天生的身體的健康狀態有關 一個情況 也都可能和你出生時的環境有關 也都和你父母的環境有關 和身份有關 和財富有關等等 所以人就不是生而平等 而跟著出來之後 也都因為 你長大的社會的不同 你又拿了一個不同的人生觀 因為你的人生觀不同 所以你所選擇行的路線 也都不盡相同 因此人就絕對不是生而平等 但我們希望有一個和諧社會 我們希望有一個和諧社會 我們希望 可以在人類大家一起共同 公認的行為習慣之中 對這些 在生而不平等之下 這些不幸人群 有一個盡量的保護 所以在政策上 應該向這些不幸人士傾斜 所以中國 中國正在2020年 將極端貧均燒除 其實就是完全反映到這個事實 第一 明白到有些人 不是一定能力不夠 而是環境 是燒到他無法富裕起來 對這些人 我們要幫他改善環境 因為他自己本身 真的不夠能力 改善環境 我們幫他改善環境之後 他自然自己就可以 富強上來 這是一部分 但我們都知道有些人 譬如有疾病 有各種的事情 亦都沒有能力 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 因此我們要對這些人 是一個幫助 保護 這是一個非常合理的做法 但現在我們看到 其實男女之間 一樣有一個同樣的問題 因為我們根本結構上不同 男性不用懷胎 女性要 這是為了我們人類的生育 下一代 他們付出很大的犧牲 這個婦女的犧牲 反映在家庭裏面 在工作上 很多不平等的事情 歧視有 中國在這方面已經做得很好 但是 在西方 亦都開始注重這件事 要爭取男女同工同酬 這是合理的事 但我們要明白 這個男女同工同酬 有一個條件 就是 他如果因為懷孕的話 那個同工同酬 就不可以 因為同工同酬 你不做事 你不給錢 你 這個不是這樣的意思 同工同酬 就是 當你是同樣的情況之下 工作時 你有共同的酬勞 但是 因為 他的特殊原因 懷孕這樣說 沒有辦法上班 你不可以因為這樣 扣除他那些應得的人工之類 這個我看法 我偏向這樣想 但是 當你提供的事情 當然 女性的主持權很重要 但我記住 尊重 就不是別人給的 尊重是自己爭取你的 你 一批東西 根本沒有辦法 讓別人尊重 沒有辦法 所以 如果你要別人尊重你 自然你自己的 行為 各種表現要好 別人才會尊重你 而不是 一定要尊重你 沒有這件事 當然 我們也不應該因為 某些原因 就是歧視別人 尊重和歧視是兩回事 歧視就是 你自己有一個偏見在先 不管別人是怎樣 你以為別人還是這樣 假設了他 然後你對他有一個偏頗的意見 這就是歧視 歧視和尊重是兩回事 尊重是要爭取回來的 歧視就是一個不合理的歧視 無論你是男性女性也好 如果你的行為是很差的話 別人看不起你 這是自然的事 對吧 但是 不管他 你未知別人的行為是怎樣 你見到一個女人就說他不好 這就是歧視 分析了 分析了這件事 在西方現在 他們很爭取 要男女平等 連一張性別這些東西 要模糊化 這個呢 我覺得就是 太過 將一件解決的問題 看得太簡單 而且太表面化 沒有心切去做 你就 counsel中国有真正正正正 做的事 你真正正正正要做到女性受到尊重 你要 第一 给她们有机会表现 知道你们可以 déjà尊重她 第二 要消除歧视 但是你抹去了男女的分别 那个不是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就算是有分别 你敗不了 當然,你演戲是另計 但一般來說,我們平時一出現 你一眼看下去,老衣是男人 你根本沒可能看到我是女人 這是沒有畫法的事,這是必然的事 所以男女的確是不同 我們不可以說,因為她不同 我怕她歧視於事 男女抹去不要 這是一個非常表面的事 你不是真的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就是 要求不要有歧視 解決不要有歧視 要求她可以受人尊重 要給她機會發揮出來 而不是抹去男女之分 當然,在法律中 因為你是男人所以這樣 因為你是女人所以可以這樣 這就歧視了 但如果你純粹說 在法律中有個字,有男有女 那你就要把這個男女抹脫 我這個不合理 洗手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男性去小解是很方便的 女士們沒有那麼方便 因此 女士們的洗手間 的格數 就要比男士多 而我們就可以站在這裏搞定 所以我們可以很小 他們不可以 你說要完全抹除性別 男人可以走到同一個女人走入的地方 沒事的 如果你覺得這樣可以就可以 但我覺得很尷尬 這可能是老妖其事 但我想大部分人類 都有這樣的尷尬情況 你把它抹除了 我不覺得這是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 真真正正的解決問題 就是要深入了解到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在這裏也可以見到 現在西方他們 政府 即是他們最高的權力機構 在解決問題時 選擇的方法做什麼呢 就是做一些表面功夫 而不是真真正正正解決到 事實上出現的問題 好像貧窮問題那樣 他們的解決辦法 付錢 付錢不是解決辦法 中國脫貧 大家看看 中國動用多少人力物利 不只是付錢這麼簡單 是真真正正正要了解 為什麼貧窮人口 每一個人 為什麼貧窮 然後想辦法 把貧窮問題 從根源方面 去著手 這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我們現在看到西方政府 亦一樣 他們只是 那面牆 有些問題 在後面一些 爛了 不理會 總之在上面 有一層灰水上去 蓋了算數 這樣 這樣的社會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大家知道 一定是不好的 所以從這個方面 我們反映到 除了歧視和尊重問題之外 我們反映到 他們政府做事的時候 的確確是 抹灰了事 只是蓋了臉 做一些表面功夫 下面深層次問題 有沒有真的去想 有沒有真的去做 要解決問題 不是這樣上面 蓋一蓋算數 是要真的深層次去做 到底 多用心去做事 大家看到 有分別 這個分別 使得一個國家 為什麼進步這麼快 令一些國家 進步這麼慢 或者沒有進步 退步 就是這個原因